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猴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游戏叫做卷腿狂奔的 这个游戏其实就是一个四人对决的这么一个游戏啊 咱们控制的都是这个小球 然后你按住屏幕的话它会进行用四个爪进行移动啊 那么其实这个的话 它属于是一个还算是不能算是物理游戏啊 那么也算是一款这个横板的跑步类的游戏 那其实要点就是说咱们按住屏幕 以及在空中点击屏幕的这个时间段 咱们如果飞起来的话 咱们就可以在空中进行点击 如果在空中点击得当的话 咱们还可以在空中用这个降落伞进行飞行一段的这个滑翔距离啊 那如果在空中没有进行比较不错的飞跃的话 那咱们就只能的话算是正常的这个跑步前进吧 好的 获得这个50分 那这个分数的话 其实还算是咱们的一个整体这个分数吧 我去咱们这一波飞行的是真爽啊 在空中是真的凉快 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落到了100 还差一点就落到了200啊 那咱们也是继续努力 那想达成这个的话 其实不是太容易啊 并不是太容易 不是挺容易出现这个效果的 那么咱们也算是点子 诶 正确一次 诶 这个家伙绿衣服的把咱们给超过了 那咱们要更快的诶 超过他 那千万不要逗留的时间太长啊 诶咱们尽量能让他滚 就让他滚动啊 不要用这个双脚去走路 如果用脚走的话 很可能不是 诶 这个速度不是太好啊 所以说尽量的能避免用脚走路 就避免用脚走路啊 诶 又来到了这个100的位置 好像不太容易触发到咱们这个快速的奔行这个模式啊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啊 不是太容易 所以说咱们还是珍惜 能有一个不错的这个空中飞行的时间嘛 那么还是挺不太容易触发的 所以说对于咱们来说 如果想再次触发这个感觉的话 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呢 那基本上这个游戏我给出的是一个三星评价 那么还算可以吧 算是一款不错的游戏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达到四星差不多 好 再来一波的这个最后的飞跃啊 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Jennie bueno ack 误工 误工 误工